好 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 为了要向辛苦的教师们表达敬意 华联市长魏佳燕日前 特别在民政课长潘唐胜的腿同之下呢 前往了民意国小制政教师礼 期盼老师们能够持续秉持教学的热忱 以及有教舞类的精神 未来在信坛上培育更多的国家栋梁 好 请看上机哦 华联市公所今年准备1736份礼券 在教师节前夕陆续致政给室内高中 国中 国小及市理议员共28间学校 并由校方协助转送给老师们 感谢他们平日的辛劳与奉献 而在日前 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在 民政课长潘唐胜的陪同下 前往民意国小制政教师里 并在校长许传德的带领下巡视校园 亲自关心学生的学习状况 其实我们都知道教育是百年大忌 那我们如何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快乐地成长 其实多半都是要仰赖老师的一个教育 那也希望说在教师节前夕来看看老师跟老师们聊聊天 那可以得知我们学校或是孩子有什么需求 那像我在当议员的时候 那就到好几所的学校 去看过营养午餐跟学生的一些需求 跟老师的一些需求 那借此希望能够帮助学校 那刚才跟校长也有聊到 未来学校周边的一些交通的一些建设 或是有利于学校跟学生 在我们行人的部分 我都会全力地来支持 民意国小校长许传德也感谢市长 表达对所有教师的敬意 尤其卫市长相当关注华联学子 在体育、音乐、才艺等技能发展 时常给予鼓励及表扬 增添孩子们的自信心与成就感 相信这份对于教育界的关怀心意 都能带给所有师生在教学及学习上 非常多的动力及助力 记者徐立琴 欢迎视报导